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6月23日 大家不知是否記得一年前的日子 我手頭有一份大家很熟悉的 不過已經消失了的《蘋果日報》 是《蘋果日報》2021年6月24日的最後一份報紙 《港人與中痛別》 我當然這份報紙會珍而眾之 因為這是香港的歷史紀錄 也是香港的新聞史上最痛的一天 《蘋果日報》在一年前 特區政府用盡任何方法 凍結他的資金 拘捕了他的創辦人 然後就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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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nineteen Island 啊 現在已經是 還被援裡 相當長的時間 啊 一年了 很快就已經一年了 大家這個日子是不會不記得的 我覺得對於香港發生的事 最重要是什麼呢 雖然可能 不是很多人想可以說 可以評論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見 最重要的是你記住 這個日子是 一個很大的轉折 兩年前就是 頭頭新聞被迫要 停止製作 一年前就是 評估日報 被迫 凍結他的資金 拘捕他去高層 沒辦法 營運下去 本來這個日子我當然記得了 但是在網上 我覺得我們的行家 很多行家 仍然繼續在報道 仍然是回顧一年前發生的事 我很感激他們 多謝他們 有一位朋友在Facebook裏面 將 蘋果日報被捕的高層 登了出來 那些照片登了出來 提醒大家 現在還有 很多的新聞工作者 超過20個新聞工作者 拘捕了 有些在監裏 坐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這位朋友在Facebook裏面 將 蘋果日報 被捕的 編採人員 創辦人 用黑白照登了出來 我看了 大家可以 好像停止了心跳 那種感覺 因為裏面的人 有些是熟 有些是 認識的朋友 有些是很熟悉的面孔 除了肥佬黎 梨智英之外 包括 張劍雄 周達權 陳佩銀 羅偉光 張志偉 楊清奇 馮偉光 以及 林文忠 大家記住他們的名字 雖然 裏面有 其中一個就是在這個審訊裏面 做了這個控方的證人 一點都不奇怪 這個是人性來的 人性都是很多很軟弱的 情況會出現 我今天就不是說 控方證人這件事 我想說就是 記憶這件事 蘋果日報 停刊 那晚 以百計 其實我覺得都是少的 一份有這麼重要的影響力的報紙 都是幾百人在蘋果日報 張君浩的大樓外 為 編採人員 最後的努力去打氣 那晚是下著雨 淒風苦雨 然後他們一直流流流 流到蘋果日報出版 蘋果日報裏面有些人 走出來 告訴他們 我們份報紙就出了 我們會拿出來免費派給大家 到 第二天 這份報紙 上街的時候 很多人已經在佈灘上 在便利店外 排駐隊等 賣了幾十萬份 這是一個奇蹟 其實是一個奇蹟 蘋果日報 當時 蘋果日報 會印 印數 在 6月10日 那時候印100萬份 印100萬份 應該就賣了 應該賣了 這個印數 在社會裏面 寫得很清楚 這份報紙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有 都會大家會存起來 收起來 擁有這份報紙 照計不會犯法 很多人 很多的編採人員 當天 走出來 在蘋果日報大樓 向 在外面等 為他們打氣的讀者 再三鞠躬 多謝他們 那個畫面 我到今天 仍然沒有忘記 我想很多人都沒有忘記 現在你看 很多片 在YouTube上有這個畫面出現 很感謝我們這些行家 提醒香港人 一年前發生這個 相當慘痛的事件 一年過去 大家覺得怎樣 大家是不是已經習慣了沒有蘋果日子 我還沒習慣 我的手機的App 蘋果的App 我還沒剷走 有時 錯誤地按下去 立場的App 我也在 按下去之後 發現原來什麼都沒得看 只有一個聲明 懷疑停止運作 這樣 這個心會會 原來 我看到有 不少的報道 包括讀媒的報道 包括有一個報道 The Real 就 講一年 訪問了 蘋果日報的幾個前記者 包括攝影記者 包括 這個 港民的記者 他們有些人是已經可以轉了行 有些人仍然是繼續 留在行裏面用自己的方法 跟大家報導新聞 有些是一年來訪訪忽忽 沒什麼做 有時會突然之間我腦海 出現在蘋果日報工作的畫面 他們接受訪問的時候回顧這件事的內心相當悲痛 為何一份好好的報紙 會突然之間 會沒有了 問為何 大家不願意 承認這個殘酷的現實 一份 監察政府很尖銳的監察政府的 監察當權者的媒體 受到打壓 在今時今日的環境下 似乎是 沒有辦法避免 逃不過 蘋果走完之後 跟著到立場 跟著到眾 跟著到一些 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比較少眾 網上的媒體 陸陸續續 是因為安全的原因 被迫關閉 這不是他們的錢的問題 不是營運的問題 是安全的原因 被迫關閉 香港人當然是不習慣 但是不習慣 都如常生活 我問大家沒有了蘋果的日子 慣不慣 不要說遠 最近發生 譬如說 增保海鮮房 突然間在南中國海沉沒 譬如 最近 元朗的宮殿橋 火燭導致 三個地區 元朗屯門天水圍 16萬戶 沒有了電 十幾個小時 這個事件 如果蘋果在這裏 我自己當時就想 蘋果在這裏的時候 他們會怎樣報導 怎樣挖掘後面的真相 給大家知道更多的東西 這些都不是政治的東西 這些都是民生的東西 但是你會覺得 現在本地的 仍然是運作中的 主流的傳媒 為什麼好像不太到肉 為什麼好像有些東西漏了 如果大家還看 我一定要看 我感覺就是 原來他們 很多東西都在這裏被重就輕 很多東西都是角度 不夠尖銳的 他可能好像在擔心 說得太深會不會觸犯什麼問題 你會覺得有這樣的感覺 現在主流的傳媒 這些不敏感的東西 況且如此 其他更加敏感的東西 會是怎樣的呢 我剛才提到 在網上的影片 訪問了蘋果的前員工 不單只是蘋果的 大家都知道 立場中 都請了一大班的新聞工作者 現在散了 他們 做些什麼呢 這班留下來的人 當然有很多人走了 去了英國去台灣 我知道有很多行家 但是 他們在英國好在台灣好 沒有什麼著力點 很難 用個人的力量發揮什麼影響力 始終因為他是 報導香港新聞的記者 他留在香港 其實是 才能發揮到他的作用 當然大部份大部份 有生計 沒辦法 都要轉行 例如 做攝影記者的 他駕駛的士 當然 這不是他的專場 攝影師是專場 但他仍然 心中有團火 仍然想繼續 去做他 記者的本行 但無奈地在香港 政治生態 傳媒生態之下 他們 沒有任何 發揮的餘地 亦都沒有任何蠟燭 的地方 這個我覺得 根本就是 浪費了人才 但留下來的人 如果想在老本行那裏 繼續做他的事 有的 有不少的 大家知道做文字工作 做記者工作 做採訪工作 我說了一個高危的行業 但他們都做 他覺得 這裏他的責任 儘管做這類工作危險 而且根本他們沒有一個 所謂能夠生存的business model 沒有 所以他們即使有收入也好 都是很微博 但我說過 做記者是會上癮的 做一輪記者的時候 你不做採訪報導 你會覺得 周身不舒服 周身不安樂 你看回主流媒體的新聞 說是這樣的 背後不是這樣的 背後可能還有一些 我們 一般的 市民是想知道的東西 或者是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不報的呢 他們就會 深入屋是想 發掘背後的真相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班樓下來的人 大家問 他們有多少個空間 空間當然很少 在合縫裏面 他們繼續在這裏做 即使有機會 會 遇到一些風險 他們都會衡量 怎樣打壓插邊球 繼續報導 他們應該做的 我覺得 無論他們是 哪一班人 是否來自蘋果 是否來自立場 或者其他 我自己覺得 很值得 支持 很值得去鼓勵他們 我在底下 在說明上 在說明上 寫了 我當然是掛一漏萬 或者掛萬漏一 不能夠 把所有的東西都寫出來 不過 這班人 這班行家 他的報導 第一 我認為最多推薦的原因 就是他們很專業 不是因為他們做記者 沒有一個 大台 沒有一個平台 給他 所以大家就要支持 支持他的不是因為 他們的收入很微博 所以大家要支持 支持他的 他的報導很專業 資訊不是免費 不應該是免費 這班專業的記者 出來了 自己獨力去支撐 我覺得 我作為一個視頻人 都叫做 有些人看 我認為都應該 繼續支持他們 有些很個別的記者 譬如 這位叫 梁嘉麗 我本人不認識他 我看到他最近做很多 關於蘋果的回顧 很好看 他以前寫的都 有些人物專訪等等的報道是很好看的 我覺得 我放了他的Facebook連結 他好像 都用Patreon的形式 可以大家去支持他 有些人說 我已經支持了很多用Patreon 力所能及 你看你自己衡量自己 覺得值不值 這位叫梁嘉麗 我想是一個女記者 有一位大家會熟悉的 叫陳國明 因為我在D100的時候 他也和我做過 封印節目的拍檔 他是蘋果的 前首席記者 他也有份接受訪問的 很好看的 很感性的 他也 在Facebook裏面有他的專頁 繼續跟大家報導 他也寫得很有深度的 一位記者 大家要支持他 好像他就說 他不是跟其他 一些朋友 用這件事來增加自己的收入 好像沒有 沒有一個 他沒有 Patreon也沒有 大家上去Facebook看看 有一個連結 另一個叫Renews 就是立場的前記者 我的理解是沒錯的 林彥邦 大家可以支持他 相當好看 他的評論 我認為很有深度 大家可以思考 我都提過法庭線 不止一次 是一班 來自不同的媒體 包括 可能是 前有線的記者 前立場的記者 他們認為法庭新聞 是今後 可能這幾年裏面 最重要的新聞 因為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 陸續續被 被告或者上庭 而且 香港號稱一個法治的社會 很多 很重要的事情 都在法庭裏面發生 所以他們用一個專業的 這個水準 去報導這個新聞 我有一條連結給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上去Facebook 可以上去其他專業 可以看到 法庭線 另外就是 我都提過追新聞 追新聞就是 有一班 來了英國的 香港的記者 當然是深入不甘 香港沒得做 來到英國 他都希望 發揮他們的力量 他們 我有做Patreon 會員 收到他們的訊息 他們不單只是報導英國的新聞 報導香港的新聞 報導國際的新聞 我自己覺得 專業水準是很高的 譬如最近報導 珍寶海鮮坊的新聞 追得很緊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當然是不止的 如果我的聽眾觀眾 知道有其他的 可以幫到手 放在我底下的留言 我都會放在 我這個 YouTube的說明 大家可以方便一點 可以按下去看 有些是 你可以實質贊助他們 有些 給他們看多些 可能對他們來說 收入都有 有所幫助 好嗎 一年了 有些事情已經過去了 當然 重要是我們仍然記住 記憶是很重要的 記憶是抗爭的一種 你不要 那麼容易遺忘 以及那麼容易習慣 雖然 你的腦子可能要記很多東西 到6月的時候 特別多東西記 6月9日、6月12日 一路數下去有721、831 然後有很多你需要記的東西 但是那些已經是過去了 當然你要記住 但是如果我們的眼睛向前看 仍然有很多的 我們的行家 我們的記者 默默地做 他的崗位上面 的工作 是為我們帶來 我們沒有留意到的 主流媒體 沒有 去報導的一些資訊 對我們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 一些資訊 影響 是很大的 我經常說 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了傳媒的監察 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 說了 為什麼會形成絕對的權力 因為沒有監察和制衡的權力就會絕對 你看看我們的政治體制裏 立法會沒有了任何反對聲音 過多少錢都很順利 他們罵政府 都是小馬大幫忙 罵完之後 照頭賺成票 不會有反對聲音 以前在立法會裏面 有反對聲音因為 不夠多 最多拖下他 今天連拖 連做起都不做 沒得拖 很快就過了 只會令到香港的管治情況越來越差 如果沒有反對聲音 沒有反對聲音在政府裏面 在議會裏面 沒有反對聲音在媒體裏面 沉淪出道就會很快 所以 當然那些反對聲音 如果說個別記者的 微博的力量 能否做到制衡 未必做到 但是 作為一個 香港市民 作為一個普通的觀眾 讀者 起碼你知道 發生什麼事 起碼你知道 可以用一個這樣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 perspective 去看那個問題 起碼你知道 令到你們這個 思考會清晰一點 這個很重要 做不做到制衡 不知道 下一階段的事 有什麼是損害你的利益 有什麼是危險 作為記者作為一個看門狗 他的制衡就是廢 告訴大家 現在會廢的看門狗越來越少了 有些看門狗可能已經被人剪了聲帶 廢不出 聲音是很微弱的 但是 麻煩你們 多謝你們 繼續接收這些聲音 令到可以 繼續 做 一些報導 對大家的利益 有關的報導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監察和制衡 始終是一個正常社會 應該出現的事 雖然今天 香港越來越不正常 聊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悲藏 繼續支持我心靜有法官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